据白带鱼 竹甲鱼之后 现在台东的凤梨释迦外销也出现了曙光 台东县政府是在22号将组团前往对岸 商讨凤梨释迦外销的可行性 另外县府也公布了检疫相关规范 未来将会全面采用生产履历 跟病虫害零检出等的管理要求 如果商谈顺利不排除先少量出口 希望可以帮助释迦农及早解决外销问题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喔